中日忙于工作的你是否感觉身体问题重重 但您可知其实办公室里就能随时健身 运动专家教您办公室里的健身方法尽情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那些都是有点复杂的 你知道我平时喜欢什么吗 什么 其实你们现在看我在这坐着 我手底下一直拿着小裙在敲我的腿 因为做时间长到腿会很麻 敲一敲会觉得血了一下畅通 而且有自己脖子不舒服的时候 就拿着这么敲一敲 磕一磕 你们俩说那个吧 虽然倒是放松了 舒服了 但是可能就没有把运动给它放进去 所以咱们再来看看 如果真的要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坐时间长了 你哪都不舒服 浑身都疼 咱们用什么好的办法来缓解的同时呢 又能够加入锻炼在里面能够舒服一些 看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想哪一个动作呀 就可以缓解久坐带来的腰部不适呢 比如说您在家坐着时间长看电视 也会腰部舒服啊 是埋头下蹲 高抬腿 还是靠墙直立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什么叫埋头下蹲 比如说就是这个姿势 然后把头抱住啊 第二个呢就是高抬腿 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高抬腿 第三个呢 您就是找一面直的这种墙 然后板板的 这样 靠上去啊 让自己后背 身体都靠上去 看看哪一种更好呢 尤其是对您的腰部的不适 有缓解作用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周恩 我觉得你可以下来感受一下 你觉得哪个姿势会更舒服一些 时间长的话啊 这埋头下蹲我没做过 但是这高抬腿 你感受一下 我知道 高抬腿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腰 没什么感觉 最管用的我觉得是什么呀 就是贴着墙壁 不是直的这么站一会儿 然后贴着它 整个后背也吃着劲 就贴着墙 然后这样一来 我觉得腰啊 脖子 颈椎 一下好像就全拉开了那种感觉 就这么撑着 对不对 因为我是学 原来学舞蹈嘛 这个埋头下蹲 在舞蹈里面叫回腰 就是正常我们站立的时候 不是会这样 就是这块会有个弧度 对 有个弧度 因为正常人站立的时候 是会有弧度的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但是你只要回过来腰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就把这股 你在办公室都已经这样 抱着的时候 是这个脊椎是最伸展的 我觉得应该拉伸的 最最最最叫什么呀 舒展 最舒展的状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对的 而且我记得那会儿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 一整天下来腰特别受不了 老师让大家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回腰 那咱们看给大家的选择如何 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大多数选择的是 靠墙直立 那到底哪一种 能够缓解腰不不适呢 咱们先请出专家 让他来告诉你 掌声欢迎来自于 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医学研究所的 黄光明老师 欢迎黄老师 您好黄老师 欢迎您 您先等会儿再下去啊 您看过刚才大家选的 最多的是靠墙直立 那您觉得靠墙直立 是不是最好的一种 缓解腰不不适的方法呢 靠墙直立是有一些效果 因为它生长 生长了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 但是呢 真的要选择的话呢 还是像舒适这个就对 这是交往或正的一个办法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埋头下蹲 埋头下蹲 埋头下蹲啊 因为这有点交往过正的意思 你本来说 刚才你说了 办公室我都老这么 弯着腰了很累嘛 但这种弧度是比较小的 这样一埋头下蹲以后呢 你看整个抱着以后 它整个脊柱 就刚才他说的生长度是最大的 但反倒会让它放松 那您这样您测过来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做的标准一点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蹲下去完全抱住 这样的话要做 你看这样一下子 整个的这块就都拉伸开了 是吗 王老师 对 整个拉伸开了 所以为什么以前在 一般老百姓 做体力活的人 做时间长以后 他喜欢蹲在地下吃饭 为什么蹲在地下休息呢 没凳子吗 不是因为没凳子 有些有凳子 他都蹲在凳子上 你看龙所很多蹲在凳子上 为什么呢 他就是这个支持他感觉 蹲了以后会觉得很舒服 而且呢 这个时候整个全身血液 需要回心脏的这个 距离是最近的 可以帮助他消除疲劳的过程 来减轻心脏的负担 所以他帮助消除疲劳 是挺有用的 咱们要是平常做的话 多长时间就蹲在那 这个其实时间可以自己掌握 一般来说呢 你持续起码 这种工作要达到效果的话 再有十秒来中 静止 到这个十秒钟左右 效果就会好一些 要是时间长 你只能想 包括时间长一些也可以 但是一般你说 久坐而导致腰部不适 是只是因为他做的时间长吗 会不会因为我们做的 这个姿势不正确 而导致腰部不适 对 你说到点子上了 这个人啊 这一辈子 做的时间差不多 在他生命里面的 不多不少 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所以做姿劳不正确的话呢 它确实引起我们 腰部疾患的 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对 黄老师您看看 大家也来一块看一下 一般来说啊 咱们这个 你看图片上提示的 就是最常见里的办公室 这些工作人员的表现 一个呢 就是特别认真的盯着电脑 那脖子都快钻进电脑里头去了 就是我们这个图上的 另外一个呢 就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趴着 趴着吧 再一个呢 就是翘着二郎腿 我们一般开会的时候 时间长嘛 就肯定得交替着 这样翘着二郎腿 看着文件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侧着身子 总觉得这经常这样的话 咱换换姿势 扭一扭 可能还会舒服一些 你们俩是哪一种姿势 比较多一点 还是和他们都不一样 我那个女孩 翘二郎腿 靠着椅背的那个 就是我典型的 坐在椅子上的姿势 对 一看就是当领导 你知道吗 当领导都这样 你看像我们一般 对啊 当领导一般不都是这样 他不用去考虑 别的什么东西 像我呢 就经常会写一些文案 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很刻意地 执着身子这样来 我知道长期窝着不好 但是当你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慢慢地 哎呦 你就成这样了 再这样就成这样了 然后最后就成这样了 真是的 那您看刚才 黄老师 咱们也在图片当中 感受到了 真的是这些姿势吧 咱们看着是 每个人都找了一个 他们认为最舒服的姿态 但是不是这其中 真的是有一些姿势 不太适合咱们脊柱的健康了 我们最推崇的 就是这种端座的姿势 因为老祖宗都说过嘛 坐如松 其实它很有道理的 那我们这样 拿一把办公室的椅子 让黄老师 做一个标准的 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管坐什么椅子 一定要把它顶住了 有时候现在我们那椅子的设计 的椅面太长了 顶住怎么办呢 后面一定要用垫背 来把它垫上 用个靠垫垫在这 靠垫把它垫上 所以就是腰的力量 这块都是靠椅背来支撑了 就会让我们放松好多 对 你想一辈子 有那么长的时间在做 你这一辈子 能够使这个腰部的肌肉 得到多少的这种 接力放松了 咱能不能就坐在椅子上 然后做一些动作 也能够缓解腰部的 这种不舒服呢 同时还能够再锻炼锻炼 活动活动 可以 好 我们跟黄老师 一块来学习一下 怎么样在座位上 就能够缓解 我们腰部的这种酸疼 这女士可以防走光的话 拿一围巾挡一下 小师妹需要挡一下 有的时候办公室 我们会穿裙子 这个动作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要做得很规范 还是要练一练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 先把椅背 大家都可以跟我学一下 在我们在场的观众 这样顶住了以后 随便翘上 然后翘上往右腿先 这个时候用左手 把你的膝盖 往左边掰的同时 这个脸往这边转 扭转身体 往那边这样扭 这个手呢 要是能够靠这个椅背的 这个帮忙再吞一下 就更好了 尽量 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弧度就更大了 是整个脊椎 对 整个脊椎都往这个方向 扭 等于整个人身体 就是要这样放出来 这个左手往这边拧 是拧的 左手往那边 往那边推 对 对 对 整个头往这边转 身上不动 头也要 这样 往这边看 对 这儿跟这儿交不住 对 较的劲儿 尽量的这样 你看 还没有到位 还没有到位 那左手还使劲扳下 扳下你膝盖 还要扳上 就这样 要坚持五到十秒钟 坚持五到十秒钟 换一个方向 这很简单 这相当于是两方面的力量 都要做到最大的那个程度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久坐以后啊 这个全身肌肉都是 很紧张的状态嘛 而且人也很乏 这血循环也慢慢 慢慢減缓了 这时候通过这个左右扭声 这么一掰了以后 它整个全身的牵拉 牵拉了以后呢 整个血循环就加速了 所以就有那种感觉 加速以后呢 物济比反了 你崩开以后 你一放开 它就松开了 就整个就放松了 一个血循环加速 一个放松 所以人就很精神 血供应对脑啊 这些供应都增加了 所以它人就很精神 每次扭多长时间呢 扭过来 就是要禁止了以后啊 到了最极限的地方 要坚持五到十秒钟 五到十秒 一定要坚持五到十秒钟 这个方法真好 好 谢谢黄老师 教给我们放松的方法 刚才咱们图片上呢 出了一张图啊 因为男士呢 特别认真的盯着电脑 你会发现他整个脖子 全都是伸长了 在看着电脑 其实这样的话 肯定对颈椎是不好的 所以咱们做办公室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颈椎病 对吧 那咱们看看早期的时候啊 如果像那位男士一样 有可能会出现 什么样的麻烦事 来看下一个问题 那下面哪一项啊 是颈椎病早期的信号 就开始不舒服啊 是经常会头疼 还是颈部发僵 还是肩膀酸疼呢 肩膀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周永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 不舒服的感觉 肯定是肩膀酸痛 因为我经常有时候 在写东西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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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觉得就 肩膀啊 怎么的都不得劲 有时候更严重的时候呢 就晚上回家睡觉啊 这肩膀都不敢按床 挨着床之后呢 总觉得不得劲 这使劲撑 使劲撑 就那种感觉 应该是肩膀酸痛 我觉得应该是肩膀酸疼 伴随着颈部发僵 那咱们看看 大家会怎么看这个事 大家觉得这个 要么就是颈部会发僵 或者呢会经常的头疼 那到底哪个 就说明咱们脖子啊 已经出现问题了 您恐怕就要通过锻炼 赶紧地帮助您来缓解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您 终日忙于工作的你 是否感觉身体问题重重 但您可知 其实办公室里 就能随时健身 运动专家 教您办公室里的 健身方法 尽情收看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其实长期久坐 无论是在办公室里 还是在家里 您这腰瓦和这脖子 肯定好不到哪去 多多少少 都有点小毛病 那早期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答案是 颈部发僵 好像这会儿 还没到疼 那个程度是吗 它那个提过 是早期的信号 就脖子的发僵的同时 有脖子的疼 头疼呢 其实颈椎病也是有的 这些其实在颈椎病 里面都有的 但是早期信号来说呢 还是将这个发僵 那您看啊 像我们这样经常 比如说 对着电脑一对 就是一天 然后有时候工作的时候 也是这么趴着一天 那这说法最简单的 你看我们这录像 往那一坐也是一天 经常我们就会觉得 颈椎受不了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解决呢 对这个早期的颈椎病呢 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 保健的一些小的活动 就可以缓解它的 这种故事感 这种保健的这种锻炼 实际上是一种预防为主的锻炼 对有些颈椎病 早期的颈椎病来说 它也可以缓解它的症状 但是主要是通过这个 来预防颈椎病 它有个口诀给大家 缓慢转紧 肩化圆 向前看头 眼望天 左右拉压 通气血 低疼无忧 头四旋 太厉害了 都总结出一套 这个胸口溜来了 那我们还是这样 一条一条来说 尤其是怎么做 才能够做到位 才能够真正起到缓解的作用 好 那咱们就看这条怎么做 大家一定要记住 缓慢两个 这是打头的 就是我们这个 长期做了以后 脖子不灵活了 有僵硬啊 或者有轻微的疼痛以后呢 就说明它气血不通了 你边教 然后边给大家说这个要力 所以我们呢 一定要转脖子 转脖子还不能转得快 一定要慢慢地转 转快了以后 有时候拉伤的 转的时候呢 就从它的速度来说 从慢逐渐开始 幅度也是从小慢慢到大 你看 先往一个方向 但是别人转了太多 最多转四圈以后 就要反方向了 再转回来 慢慢转 所以我们这个脖子的旋转的幅度啊 不外乎左右前后 还有一个呢就这么左边转 右边偏转过来 加上一块的动作 就是一个旋转的动作 所以我们只要缓慢地去转脖子呢 这个脖子所有的活动的那个角度 也都兼顾到了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颈部先得到很好的放松 和得到很好的这种活动 消除它的疲劳 颈跟着还要配合肩的运动 肩要化短 这个做完以后呢 肩化缘 因为颈椎病的进一步发展呢 它会营养着肩背 肩背肌肉也更到硬 所以我们这个肩化缘的意思呢 这我都站起来说了 这个就应该是 把这个手啊 放到裤腿的 这个缝了两次 就以它为这个轴 你看 前 后 化缘 这个是从前往后来化 这个幅度就很大了 三 这个就大线 四 然后从后面再往上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再反过来 五 六 七 八 就把这个肩背部的肌肉 都能够充分地得到活动 和放松 这个已经很放松了 就会有点开始松了是吧 对对对 而且就是酥酥的感觉 第三个动作就是 向前探头眼望天 刚才在办公桌上那个人 向前探头 为什么不好呢 他探头是 往下低的 所以不好 所以我们向前探头的时候呢 就是探了头以后 主要是把脊椎先拉长了以后 这时候尽量地去看天上 把头抬起来 这个姿势有点激进来 姿势好像有点不好看 但是他就对抗我们 紧张力发生的那个动作 然后感觉像点什么 像那个东海龙龙的龟臣像 这做得好恐怖 这就是他那个颈椎的生理弯曲 得到更好的恢复 偏偏偏探头眼望的天 这是第二个 咱们再看个第三个动作是 左右拉压通气血 左右拉压通气血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 刚才周永世拿那个敲嘛 不要是被动的 也是挺舒服 但是我们现在靠我们自己 这个手 把这个脖子紧紧握住了 比方我开始站好了以后 我这个头先往左边转过去 右手把脖子紧紧地捏住 这个方向在这儿 眼睛在这儿 结果我的头转回来 看右下方 但是我的手一定要 紧紧把住它不要动 使上劲 使上劲 把住它不要动 这样的话就等于我的握力 来把这个整个脖子 横向地进行碾压牵引 一 转过来 再来 二 这个整个脖子都发热了 稍微往后一点 让我们看看您这个后面 手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这样抓住它 脖子转过来 厉害 手不动 手就紧紧捏住它 是这样的 而且要很使劲的 很使劲你会觉得 整个脖子 你看 整个拉过去 就变红了 就像您现在 就像您给我说的这样 拉完之后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就像我去做按摩的时候 有时候我的脊柱 就是脊背上 不是有那个沾黏 那样说的 然后人家那个 按摩师会给你 会给你剥开 就像杆一样 就像把那个肌肉 给你剥开 剥离 然后这个拉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 就像一下用那个 使劲 拽拽拽 然后就用你的指头 把那个 脖上那块筋肉 那块筋和肉 慢慢慢慢给你拉开 碾压 碾压 所以手要很使劲的 很使劲地垫住它 你看我做完以后 肯定是脖子都是红的 对啊 通红通红的 通红通红的 咱们再看 最后一个动作应该是 第一种无忧 头四旋 这个就不是在 我们这个地方来做的了 就像头四旋在空中 用头部的重量来 整个睡觉过程 做自我的牵引 就相当于 把那个枕头 垫在脖子这个地方 让脑袋练进去 对 这个枕部要练空 就我们枕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 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所以说枕头枕头 实际上枕是应该 枕在这个 枕颈上 枕部应该练空了以后 靠头部的重量来 在整个睡觉过程里面 自己的牵引 就达到很好的保健的作用 好 谢谢黄老师 那咱们看看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也可以帮助您来保护颈椎 我们让何教博士交给您 有请何博士 好的 小记 那保护颈椎啊 除了刚才黄教授告诉大家的 咱们可以做一些锻炼之外呢 做一个这个颈部的热敷包 效果也是不错的 那今天呢 我就教给大家 我们用到的材料呢 非常简单 那这个呢 是小茴香 干的小茴香 另外呢 还有一些粗盐 为什么用这两样东西呢 主要是 它们在经过加热之后呢 可以长时间的储存比较多的热量 这两位 另外呢 我们还要准备这样的一个布口袋 那么注意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择这些比较耐热的布包 如果是一些化鲜的材料 那么可能啊 就会被烫坏了 加热的方法呢 非常简单 用很小的火加热 然后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 不停的翻炒 不停的翻炒 主要呢 避免啊 某一个局部受热太多 因为呢 在这个粗盐 还有这个小茴香里面呢 可能都是有一些少量的水分的 那如果在一个局部过度加热 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水分爆裂 可能会引起一些危险 一般来说啊 炒上个三五分钟之后 这个温度呢 就是够了 现在摸一摸 好像呢 还差一点 所以我再炒一炒 那再炒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提醒大家 我们做这个热敷包啊 并不是越烫越好 这一点千万记住 经常呢 在临床上 我们见到这样的病人 医生说 可以自行热敷 那在家里呢 他用这个很烫的开水 做的这个热水袋 最后呢 这个我们要解决的这个病痛 没有解决 反而把皮肤给烫伤了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那炒过一会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手 在这个齐平 锅平面的这个位置 稍微的感觉一下 好像有一些热气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呢 就已经达到 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记住啊 并不是越烫越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布口袋打开 把这个炒好的粗盐 先把火关上 温度差不多了 把炒好的粗盐 放进来 好 装进来 不用装的太满啊 好的 把这个口呢 给它收起来 主要是避免它散落 那 这个热敷包就做好了 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在敷之前呢 先要用这个手 感觉一下温度 那如果自己的手心啊 已经觉得很烫 那就不行 这个就说明温度比较高了 那现在呢 我的这个手心 手背感觉有一点温热 这个状态就正好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 敷在脖子的周围 哇 这个温热的感觉啊 真舒服 感觉一股热气啊 就从这个脊背升起来 让这个脖子呢 感到非常非常的舒适 好了 下进 好 谢谢何嘉博士啊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 的确啊 现在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呢 越来越长了 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就都出来了 那我想问一下 咱们现场的观众 有哪些人常坐办公室 坐时间长了眼睛 眼睛困 眼睛酸烫 我的手 老摸着鼠标 然后就是手指啊 手腕啊 就是待一会儿就麻 这个咱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又能够活动 又能够放松 我们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呢 我这个也是按照勤紧健身运动的方法 编了一个口诀 这个好记的啊 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就是就真正你们刚才这几个问题就是 压压手腕 转转眼 挺挺胸膛抱抱肩 消除疲劳活力天 咱们还是一条一条地交给大家 这第一个怎么来做呢 压压手腕就刚才 那个20号那个观众说到了 在键盘上面用鼠标时间 连续的时间太长的时候 这个手是处于这种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个腕管 这里面的血管神经肌腱就从这儿通过了 这个动作就长期地压迫它 时间长了以后 它学习完就受到影响了 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啊 水肿啊就会引起疼痛 所以我们叫鼠标手 也叫鼠标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键盘上 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呢 一定要注意压压手腕 就是说反方向 原来是这样一个动作 就这个方向 两边压一压它 甚至可以这么旋转 压压它旋转旋转 半个小时左右 你就压了嘛 一边压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转一转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反过来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就行了 这是十多秒钟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你要坚持 每天在电脑前面 就想起来 半个小时左右 活动一下这个手腕 压压手腕 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动作就转转眼了 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办公室 还在家里面 这个眼睛是一刻都不知道休息 所以眼睛的疲劳是 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眼睛呢 经常特别在电脑前面 包括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看书的时候 比如说经常想起来 半个小时左右 一定要转一下眼睛 转眼睛的时候 就是头不要动 就是光是眼睛转 你看比如从左边开始 大家可以过一起来 先看下面 尽量地往下看 尽量地往右边看 尽量往上看 再往左边看 这么来回转两三圈 这样转两三圈 反方向 再转两三圈 接着眼睛盯着你前面 一个最小的点 不管是电脑上面的 还是墙上的 是书里面的 或者是绿色植物里面的 把眼睛盯着真大了 盯着那个点 三秒钟盯住 闭眼 休息一两秒钟 就可以了 这样做会对眼睛的这个 什么地方有缓解 有帮助呢 因为眼睛的疲劳呢 更多的是支配这个眼球活动的 各种眼睛周围的肌肉的疲劳 所以我们这种活动呢 就是它各个部位的那种肌肉 得到非常深的那种活动 尽量的那个活动度 很大的活动 这样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了 眼睛疲劳就可以消退了 咱们再看看 叫挺挺胸膛 抱抱肩 这是两个动作 因为我们久坐的时候 刚才很多人说 都是肩背痠疼很明显 整个包括脖子 包括肩背 这个就时间长了以后呢 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有个肩背筋膜炎 你仔细去摸 有时候会摸到一些小的筋疙的 或者是圆的 或者是条索状的 就时间太长了以后 它这种姿势的这种影响 会产生一些脑损 中医里面就认为是 气血不通以后 它就会溶结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这个肩部的放松 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放松好呢 一个是从前放松 一个从后放松 这肩部 胸部的肌肉 是从后来放松 就挺挺胸膛 挺挺胸膛 要使这个颈部反方向的活动 怎么挺呢 要挺到位 不是随便挺一下 最好是 这个手啊 放在你的座椅的两侧 身上往前坐一点 要把这个走关键尽量地推直了 尽量推直了以后 挺胸收腹 眼睛尽量看天上 在推直了以后 静止五到十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一定要整个把它推出去 充分地牵拉它 这样才有用 你看随便这样就没有用 还得再抱抱胸 抱抱肩 抱抱肩 双手把自己的膝盖抱住 把这个肩部抱住以后 用头尽量贴在膝盖上 用头找膝盖啊 你找不着够不着啊 洪老师 一 二 三 四 五 胳膊能够着 头够不着 帮你一下就行了 你看 做完以后什么感觉这两个动作 做完以后一个感觉就像以前 说给你做喷气式飞机一样 你看 有这个感觉 一会抬起来 一会抬起来 拍不起来了 应该是这个感觉 另外一个感觉的感觉 刚才的感觉应该是这样一个感觉 头往那边看 从哪边看 头往那边转 往这边 有这种感觉 它有好大的力量啊 有这种感觉就崩开了 那我们自己抱的力量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我总觉得 这样已经都到位了 其实我感觉 要实际 非常非常紧 紧紧地拥抱 要很实际地抱的 那么通用你来试试看 我给你的力量 你看你带不得到 还有再贴着 你看 要这样的力量才够 你看你做抱肩以后 要什么力量啊 你伸个手给我 伸个手给我 要有什么力量 要有这样的力量 很大很大的幅度是不是 对对对 你看这边 这边要先有这种力量 你就会感觉整个崩开了 你看 而且是不是就是 对于很多人啊 这个肩膀不是不太好吗 对 这样也会有一些帮助 对 有帮助 有帮助 有能活动我们的这个肩关节 对对对 紧紧拥抱 大家也要跟黄老师学习 拥抱自己 对 那个劲儿呢 就等于是用自己最大的力量 对 最大的力量 是怎么感觉到刚才那个 头就碰到这个地方 尽量往下靠 你看尽量往下靠 以后绷得更开了 是吧 而且这个动作会让腰也很放松 很放松 对对对对 因为肩的这个动作 整个腰在里面生了 黄老师是吗 是是 怎么样做完 松手 真的松快 是 虽然是刚才黄老师拽我那一下 觉得我自己好像根本就使不到 那么大的劲儿 但是放下来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 一下子就肩膀就全松了 好 谢谢黄老师 其实有些时候 咱身体真的是特别特别累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那咱们看看哪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会比较好一些呢 看下一个问题 那下面哪一项啊 是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地缓解疲劳的呢 特别累的时候啊 咱们是很自然地就 出气放松 还是 这还想打打不出来 打一个哈且放松一下 还是下意识地 拍拍点精神一下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我觉得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太好了 我现在就属于有点疲劳了 几期连着路 拍拍脸啊 我觉得最一下就清醒了 你觉得吗 最好再掐一掐 对 再掐一掐 你的皮壳肉疼了呀 所以是受到刺激了 你当然一下就小了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长出气 人不是说经常需要 要长吸短探 其实这样对身体好 完了就你长呼气的时候 把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也就呼出去了 呼出去了完了之后 你人就应该会清醒了 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 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都是下意识的一种反应 一半的观众觉得长出气 好放松啊 那这三种下意识的反应 哪一个呢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交给您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其实咱们人体是一个 特别奇妙的地方 真要是特别劳累的时候啊 我们身体就会报警 就会有一些下意识 自然的一种反应 那哪一种可以帮您缓解疲劳呢 答案是 打哈欠 就为什么打一下哈欠 就放松缓解疲劳了 我们在这儿的每个人 可能打哈欠 是谁又不用教读会的 它是天生的 而且打哈欠 它有一对双胞胎 就是神懒妖 它是自然存在的 集体的一个自然反应 人在疲劳的时候 它最主要就是 不管什么原因吧 它就血液循环 供应脑的血液减少了 这时候它氧气就减少 这个人呢 就人一慢慢就抑制了 人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就通过打哈欠 打哈欠 它这个动作是 和生卵药是同时的 就这个扩胸 深呼吸吸气 这样的话呢 再加上 吃卵药的过程 只有在一收缩 供血增加以后 这大脑血液循环就增加 氧气就供给充分了 但它很快就给你消除疲劳 所以在疲劳的时候 你打一个哈欠以后 你觉得 这精神一振 是吧 精神振奋的可以 你看我们现场观众 都在这儿 使劲称的 使劲称 这是不是就 舒服多了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打哈欠和生卵药 是个自然的动作 也无可厚非 哪个正确 哪个不正确 但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呢 再给大家一个口诀 就是刚才说了 打哈欠和生卵药 是身体疲劳罚信号 这时候呢 就是要认真对待别小乔 怎么办呢 深呼吸 给点力 认真对待别小乔 深呼吸我们要夸张一点打 有些不好意思 我怕人家看见不打 其实打哈欠说明 你很需要收呼吸 来提供氧气了 所以你就 肌上的舒展开 你看 肌上的舒展开 我现在是真打了一个 还要给点力 这个肌肉的收缩 那血型上更加的通畅 而且有一点是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我看大多数人 可能不太注意 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是一定不能够憋气 很多打哈欠 生长的时候 再憋气就不好了 一憋气以后 血压波动 对血压高的也不好 而且这样它不利血循环 所以你一定要 用深呼吸来给你 出气的是 深吸气以后 真舒服 是出气的 这样的伸展腰 才能够使这个 整个身体的功能 发挥到极致 对 您这么一说 我有一个感触了 就是我有时候打哈欠 打完之后 就最后一下 撤了 最后一口气就憋一下 这一憋的时候 等你一放松的时候 眼睛会突然黑一下 缺氧 然后就脑子蒙 就一下就闷了一下 所以您就说 这打的姿势 和哈欠那个吐气的过程 要配合到一块 气息也畅通了 所以吧 我估计看到这会儿 突然间打开电视机 的观众肯定都晕了 这现场干嘛呢 都在这伸来 要打哈欠的 其实是缓解疲劳的 一种特好的办法 除了打哈欠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他动作还是有的 它的原则呢 就是你在 这个动作是很多的 但你在选择这种动作 在同时 全身进入松手的同时 在做深呼吸的动作 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你比如我们有一个 我在健身机里面 有个叫握手延活的动作 活是活血的活 就进入原来 握手延活 活气的活嘛 延活就 你通过握手 来舒筋活乐 怎么做呀 握手 也看不见了 其实很简单 你好你好 就在原地 自己给自己握手 两个握手的方法 一个是手背在后面 然后到前面来 让您来演示一下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我来背对到摄影机 你握起手以后呢 这个手啊 一个是使劲 手手使劲握了以后 手还尽量地往后抬起来 深呼吸 挺胸手 深呼吸 坚持五秒钟 深呼吸 再放下去 一定要捧上那个劲 你看 握手抬起来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左右 还有一个就是上下 就比较难一点了 就这样 好 这个我呢 这也有点难 这样握住以后 也是全身要使劲 而且不要憋气 收呼吸 你看也是挺胸收腹 直接拉住 进来拉住 收呼吸抬头 挺胸收腹 五秒钟 放松 这个会活哪呢 活血吗 这个全身肌肉都牵拉开了 全身的血液都能够 把它调动起来 它就维修完地改善 一组是不是得做 一组 就是说几秒钟就结束 左右交替 就拉一下 五秒 现在再拉一下 不玩了